我們看這題目 這座標空間中有一個今日塔形狀的立體圖形 其中每個能長都相等 底面ABCD落在XY平面上 其中A點座標是200 C點座標是020 D點座標是000 且E點在XY平面的上方 是求下列各小題 首先我們看D小題 要求A點到平面BCE的距離 那麼首先我們在這裡建立 這直角座標系 這X軸 這是Y軸 這是Z軸 那麼根據提議 這今日塔形狀的立體圖形 每個能長都相等 那麼這每個能長都會是2 因此呢 DA線段長是2 那麼DC線段長也是2 我們就可以求出這V點座標 這是220 我們標示在這裡 那麼我們在這裡 由E點做XY平面的垂線下來 那麼假設這個點呢 是垂軸 那麼是O點 那麼O點呢 會是正方形ABCD的中心 那麼這時候我們取DA線段的中點 M點 然後呢 我們連接這OM線段 然後也連接這EM線段 那麼這時候這是直角三角形 那麼OM線的長呢 是1 那麼EM線段長會是這三角形 EDA的高 這裡做下來這是垂直的 所以呢 這ED線段長是2 那麼DM線段長是1 所以呢 這裡又是直角 所以呢 這一股長也是EM線段長 我們可以算出 這是根號3 因此呢 我們看直角三角形 EMO 這斜面長是根號3 這一股長是1 我們可以算出 這EO線段長呢 是根號2 因此我們就可以求出 1點的坐標為 這是1 1 根號2 那麼C點的坐標是 0 20 所以呢 我們已知B C E 這三點的坐標 我們就可以先求 由這三點所在平面的方程式 好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我們已經求出 B點坐標是2 2 0 C點坐標是 0 2 0 1點坐標 這是1 1 根號2 所以呢 我們現在做 這 BC向量 那麼我們是用 C點坐標 減掉B點坐標 好 那我們得到 這是負2 這是0 這是0 好 接著 我們求 這 B1 向量 那麼我們是用 1點坐標 減掉B點坐標 好 那麼這 1-2 這是負1 1-2 這是負1 好 好 接著我們求 這BC向量 與 B1向量的 YG 好 那麼這等於 X分量 這是0-1 0 根號2 Y分量 這是0 根號2 然後這是負2 負1 好 Z分量 這負2 負1 然後0 負1 好 那麼這等於 這是0-0 這是0 然後這是0 去減掉 負2 根號2 那麼這就是2 根號2 好 那麼這是 2-0 這是2 好 那麼我們取 這N向量 這等於 這是0 然後這裡呢 是取根號2 這裡是取1 好 我們取N向量 當作是 BCE 這三點 所在平面的 方程式 我們就可以寫成是 這是 根號2 Y 加Z 然後 加 一個常數 這要等於0 那為了方便呢 我們現在直接 以 這B點坐標 代入 好 那B點坐標代入呢 這回是 根號2 乘以2 然後加0 所以這裡要加上 負2 根號2 才會使得它為0 因此呢 我們就得到 這平面方程式為 根號2 Y 加Z 然後 減2 根號2 這等於0 這個方程式 好 接著 我們要求A點 到平面 BCE 的距離 所以呢 我們A點 這坐標是 200 那麼現在我們就使用 點到平面 距離公式 來求 這個距離 好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A點坐標 這是 200 那麼 BCE 這三點所在的 這個平面方式為 這是 根號2 Y 加Z 1-2 根號2 這等於0 所以呢 我們使用 點到平面 距離公式 那麼寫下 這距離呢 我們假設是 低 那麼這等於 這是 根號 然後這根號2 取平方 這是2 加上1 取平方 這是1 那麼分子呢 要取絕對值 然後我們以A點坐標 代入平面方式的這個部分 好 那麼 這Y跟Z 都是0 代入 這是0 所以呢 絕指裡面 這是-2 根號2 因此呢 這等於 這是2 根號2 去除以 這是根號3 所以呢 我們分子分母 同乘以 根號3 我們就可以算出 這距離為 3分之2 根號6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我們要求低點到直線V1的距離 好 那麼我們直接看這個圖 首先 這DA線段長是2 AB線段長是2 那麼 角 DAB 是直角 好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做 這BD線段 那麼這段長度呢 就是2 根號2 好 那麼 D線段長是2 B線段長也是2 所以呢 這三角形 BED 這會是直角三角形 而且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好 那麼 這角 BED 是直角 也就是90度 所以這時候呢 第一線段 會跟 B1 這個直線 是垂直的 所以呢 第一線段長 就是低點 到這個直線的距離 所以呢我們直接回答 低點到直線 B1 的距離為2 最後段